下一場是高翔宜對上木汰的黃鴻宇 翔宜剛剛在前一場指出了兩次跳膝 鴻宇之前也有打鐵龍波及 然後是最佳賽事之一 他那場打到第四回合佳賽 最後才判定 高翔宜對上黃鴻宇 最後一場的60公斤量級的四強戰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接下來 所有的比賽都是冠軍戰 高翔宜對上黃鴻宇 最後一場的60公斤量級的四強戰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接下來所有的比賽都是冠軍戰 紅鴻宇是比較泰拳架式 他的就是我覺得他的節奏跟鞭腿都還滿好的 他會有那種騙進去的動作 就是會對像我這種就是比較沒有腦的打法 我會比較吃虧 所以分數搖回來 還是搖得很緊喔 怎麼了嗎 護具啦 右腳的護具 稍微調整一下 太瘦了 那個護具好鬆喔 有喔 這個命中 有有有 這個拳有喔 這頭一直噴 高翔宜這幾拳應該是自己感同身受啊 被打中的感覺 所以現在裁判直接要在強賭 再看一次 1 2 這個真的是中 這個是有影響的 有有有一定有 哇哇哇 再來再來 連續的選 喔喔喔 加一個選 黃鴻宇 黃鴻宇這個 真的是厲害 黃鴻宇真的是超硬的 而且這個拳是很純粹 很連續 他的這個角度是直接走直線的 沒有說托泥帶水 不給對方時間 對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他上一次WOTD打的 也是非常精彩 等於說他每一個拳頭都是走最短的距離 對 去瞄準對方的要害 真的 直接衝進去 其實越到後面的選手 就他們的動作會越小 因為你其實動作越大 就是被抓空檔的機會就越多 你的風險也就越大 調整好護具 來一開始 來一開始 來拉 來拉 來啦 來 去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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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又來了 又是 重一波 又是這個猛拳 欸 有 這個右邊 好棒 目前看起來鴻魚是領先的 對 而且 可是其實分數還是蠻近的 對 那幾拳啊 還有那一腳 都沒有得到裁判的這個 青睞 也有命中幾拳回去 那種用膝蓋擋住的 就是很泰拳的格擋的方式 就是他們有時候用膝蓋頂在人家的腹部的位置 讓他沒有辦法進來 那你看就是在 其實 呃 鴻魚在出拳的時候 翔翼他也沒有就是都沒有反應 只是他就是一直以下段邊腿 想要阻止他拳的部分的攻擊 是有一點比較弱 怎麼辦齁 這個 對方 黃鴻魚這個拳法相當的犀利 而且 就如狂風暴雨一般 真的 就不會停的 阿伯開戲 阿伯開戲咧 等一下啦 太著急了 比較緊張 第二回合 鴻魚就是比較穩穩的 響翼就會比較優奏型 你節奏拉起來 其實鴻魚不一定好大 阿伯開戲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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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拳 對 好 來來來 等於說高翔翼是著重在下端的一個進攻 對 那這樣子的結果會不會 到最後產生奇效呢 就看誰撐得比較久 真的 到底是高翔翼這邊 撐不下去 還是說黃宇這邊先軟腿 嗯 那目前看起來 翔翼他的低兵好像並沒有對鴻魚造成太大的傷害 就是也沒有阻止他也沒有 那個 可能練泰拳的就是腿都會平常都有在練抗體 對 nice 我之前也有跟過鴻魚一起訓練 他們就是每天就是打沙包打手把 體能都超級好的 有很硬 欸很好很好有 欸有 這幾個左中邊都有中 其實對於右撇子來講 左中邊是我覺得傷害最大 有看到那個泰拳的格擋 這讓高翔翔進不來 對 30秒 欸這個chance抓得很好 趁翔翔沒有防備的時候就壓進去 20秒 進經典 欸有 欸有 這個左邊也有 欸 然後格擋 對 他把這個戰術發揮得很好 而且在格擋的同時他也是可以休息 對 這已經 踢到當了 但是黃宇可以感受到 欸他可能好像 腳步上開始有點 速度有點慢下來 但我個人認為有點太晚了 高翔翔這個雖然說一直抓著對方的腿去踢 但是 黃宇這邊真的蠻耐提的 對 相信翔翔的腿也是很有質量 只是就是可能 心裡的硬度跟身體 裁判很危險欸 裁判差點被吸撞 真的被撞到也要撐住 對 不能倒下 男人的顏面 恭喜黃 宇 在這場比賽獲勝 這真的是實力非常好